服务生带顧客进到包厢 这是KTV每天都在上演的画面 只是证明身穿牛仔裤 短袖的男子 一个小时后不出店外 被店员发现 他根本不打算付钱 闲门借故离开包厢 说是要去抽烟 但其实他是要往停车场的方向离开 是因为怪异被店员发现 当场将他拦下 警方货报赶到现场 好险店员把嫌犯拦住 才没让他走远 消费不认账 这下得禁派出所一趟 地点发生在台北市的西门町商圈 游行嫌犯一个人进到KTV 先点了一份热炒套餐 六菜一汤 要价1490元 加上一手啤酒和包厢费 一共2604元 但当下店员觉得诡异 认为一个人哪吃得完这么多 他则表示晚点朋友会来 结果一个小时后 没看见半个人影 游行男子还想趁机开流 游行开始以各种方式推脱 店家只好报警处理 警方到场后发现 游行身上根本没钱 甚至也没有香烟 当场被拆窗谎言 业者透露 很多民众都是三五好友到齐 才会一起进到包厢 因此嫌犯之身一人抵达 还大手笔点餐 才会引起注意 41岁的他 有窃盗诈欺等前科 平时无业走到哪 骗到哪 这回再被诈欺罪起诉 把歪脑筋动到KTV身上 想说有的吃有的唱 殊不知一举一动 都被激紧的店员掌握 踢到铁板 TB新闻 蔡美胜如新宴 台北市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